8点的气象时间即使影像 但你看到是高雄寿山的观景台 现在看到已经有透光的感受 太阳已经露脸了 但提醒大家今天南台湾 虽然在中午左右还是会很热 但下半天就要防雨了 因为昨天南台湾在下午过后 很多地方都发布了大雨特曝 今天状况也是类似的 所以住门一定要特别注意了 而接下来提醒您的是台风的消息 大家就很关心了 这个南海的热带性低气压 到底会不会影响台湾呢 因为目前看起来距离台湾还蛮远的 而且就是会往西北方向 往中南半岛来前进 对台湾是没有直接性的影响 刚刚特别提醒您 最近南海附近道 以及菲律宾东方海面 其实有蛮多的大低压带的状况 所以会有一些热带性低气压 或台风生成 但对台湾会不会影响呢 也会持续带您来关注 接下来关注的是今天 台湾的天气形态了 透透亚洲女途提醒大家 今天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 真的好热 尤其是被封测的西半部 高温沉降增温的影响 所以会特别的热 而各地中午之前 都是晴道多云好天气 但午后的热对流就是要注意 中南部有可能会下一些午后雷震雨 就连山区也是会降雨 至于在北台湾的部分 因为是风向的关系 所以午后降雨的几率相对来说蛮低 就是要注意没有降雨的调节 北部今天真的会蛮热的 至于目前看起来礼拜三开始 水气会增加 不只是中南部平地会下雨 整个西半部 午后雷震雨的机会也增加了 到时候也会持续带您关注 而今天要了解的 还是温度的状况了 因为高温资讯又增加了 原本14个县市 现在增加到15个县市 首先红色灯号的部分 要提醒您就是新北市 今天不排除飙到38度的高温 而橙色灯号的县市也非常多 包含了台北桃源 中章头云嘉南 高平地区以及花莲 至于在黄色灯号的 原本是新竹县 以及在嘉义县的部分 现在新增了一个基隆市 所以提醒大家 现在全台湾可是有15个县市 都会发布高温资讯 而且不排除在中午时间 这高温资讯的县市 还会再增加 而不只是温度偏高 其实提感温度也是要注意了 今天在嘉义屏东 不排除提感会飙到42度 而云嘉南双北市 也有41度的提感高温可能性 所以中午时间外出 一定要防晒补充水分 而要关心的还有中午时间 紫外线也非常强 来看看紫外线的预报 台中 宜北还有在 东北部 花莲地区 马祖金门 都是来到了紫外线过量等级 至于紫色的部分 就是嘉义 以南 台东跟澎湖 紫外线都是来到了危险等级 所以这紫外线真的是非常强烈 提醒您要特别注意了 接下来要注意的就是降雨的部分 也要提醒您 刚刚就提到了中南部 今天下半年可能会一些降雨 所以很明显看到四日雨区图 在中南部今天其实 这个降雨会非常明显 尤其在山区的部分 也要特别当心 所以明天的天气状况也是类似的 而到礼拜三开始 这个天气状况会有一点点调整 到时候其实整个西半部不排除 午后雷震雨相对来说 也会比较明显 至于今天要提醒您的 就是因为吹东南风的关系 所以迎风面的花东地区 还有恒春半岛 要注意会有一些不定时的降雨 而在台东凌晨的时候 下了一场蛮大的雨 雷气雨量也超过了30毫米 所以今天在东南部的观众朋友 整天都要注意不定时降雨了 最后来关心的是 各地的温度趋势 首先北台湾部分 北台湾今天还是好热 像是双北市 尤其是新北市 高温资讯发布到了 红色灯号不排除会上看38度 而其他地区其实高温 都有机会来到36 37度 至于在中台湾的部分 中台湾其实也是蛮热的 今天平均高温虽然是35度 但局部高温基本上 也都是会上看36度 至于在南台湾部分 南台湾除了高温的状况 也要提醒您 南台湾上半天很热 但下半天就是要注意 午后雷震雨 不排除 在午后恐怕 都有些短延时强降雨 至于在东台湾的部分 东台湾相对西半部来说 这温度没有那么高 但是还是要注意 高温基本上都可以来到 三十二三十三度 以上这节的气象资讯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